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 主席就突然讲说 庄瑞熊 接下来要对你 对党都很重要 都兇气 他要讲什么 中场会议上 突然被党主席赖清德点名 庄瑞熊心脏漏跳一拍 然后他就说 平常打电话 说你上电视要戴眼镜 吓死了原来是要说眼镜啦 但赖主席似乎是话中有话 因为党中央接到许多选民电话 有粉丝劝进庄瑞熊 选平南区立委 我这个乡下来的 我讲我的真心话 屏洞是一个很纯朴的地方 非常重感情的地方 我当过人家总干事人 再下去选强人所难 无奈皱眉 庄瑞熊婉拒再婉拒 平南这一席 民进党员推出的许展为退选后 党内提名小组锁定在地 且具有极占力的庄瑞熊 带来因苏清泉 结盟出身绿营的苏正清 双苏合体 由苏正清儿子苏孟淳 以无党籍参选平南立委 庄瑞熊再怎么强 都怕踢到铁板 过去苏家在屏东经营了几十年 那你现在就要把他推出去 那何不把他召唤回来 建议把他召唤回来 我没有意见 我相信策略小组会有智慧 也会以胜选为最大的考虑 来决定参召的人选 庄瑞熊铁了心 或许也想继续争取不分区立委 但就怕到头来两头空 总统跟立委 这个是一起搭档竞选 母鸡跟小鸡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把他冲过半 这些问题都全部迎刃而解 曾以屏东雄站闯出名号 但在大环境影响下 感性理性陷入拉扯战 进行为雷霆方不风尝报告